其實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辦法得冠軍 我也沒有想過 我們這個世代 能夠拿世界冠軍 然後我想要跟各位選手講 記住這次冠軍的滋味 我們是台灣人民的驕傲 也希望往後我們都能夠代表台灣 拿下更好的成績 我跟隊友說就是 對 大家不看好我們 但我相信 我們把我們心凝聚起來 我們的比賽 我們每一場不用去在乎結果 我們只要在乎我們一起 打球的過程 相處的過程 一步一步慢慢走 我們就會有好的成績 其實我的心裡 我沒有想說我們會得到冠軍 當初我們的口號前進東京 我們達成了 然後去到日本 看到隊友們 看到隊友們 就是很認真的 很努力的 然後每一場比賽 帶著很有自信的衍生 其實看著大家用這種態度 我就覺得我們可以創造很多的不可能 然後 講到這個就想掉眼淚 真的很謝謝我的隊友們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走到世界的最頂點 其實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辦法得冠軍 我也沒有想過 我們這個世代 能夠拿世界冠軍 然後我想要跟各位選手講 記住這次冠軍的自衛 我們是台灣人民的驕傲 也希望往後 我們都能夠代表台灣 拿下更好的成績 尤其今天看到 台灣的人民 在揮手為我們防護的時候 我的心裡 覺得很感動 我從來沒有想說 我能夠 我能夠 讓台灣的人民 為我感到驕傲這樣子 也沒有想過 我們能夠用我們的球技 讓世界看見我們台灣 一切一切的就是超乎我的想像 之前也許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渺小 沒有辦法讓大家看見我 叫誰 我是誰 然後更何況是我們台灣的棒球 但這次真的很謝謝各位教練團 謝謝各位球員 以及後勤團隊 讓世界真的看見了台灣了 往後我們能夠抬頭挺胸的 左向國際的舞台 引向國際 最後真的很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我們台灣隊長結線的帶領 前方的估計 總之 總之 或者帰國際設計 製作人